有 你是不是外面犯桃花 你看 不过这个人很好 他很坦白 很坦诚 我喜欢这样子 我就不用去 有些人 没有 真的 没有 孙八 孙八在那吗 孙八 孙八 等老婆走了之后 YES 他告诉我 然后呢 而且是在某年离婚的 在去年离婚的 离了婚之后呢 就跟girlfriend在一起 但是他之前呢 已经有了一个 就是已经跟这个girlfriend在一起了 所以才怎样 然后我就问他 before这个girlfriend 你还有没有跟人在 有 所以你看他的运气要好 真的不容易的 这个就是伤孕 知道吗 所以不管男人女人 记住 客气话就说 try try try啦 不要去搞那么多这种事 try啦 try啦 因为你是我customer try啦 如果是你 认为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 我就会说 不 偷看可以 no 偷看可以 有些女孩子漂亮 我自己都看 这样漂亮 通常有makeup的 漂亮都是有makeup的 卸妆把它 贵 卸妆 有些人你看到他的IC和他makeup的不一样的 怎么看都不一样的 眼睛很小的 女人真的是 女人改变命运最快的 眼睛很小 对不对 眼睛小 运气不好 是小到很可怕的 那种 然后怎么办呢 easy 他们不懂去查什么鬼东西 然后这个 这个 眉毛 哇 厉害啊 打起来了 我们男人就不可以 我们呢 人工拔布 所以 我们气色要每次都要很好 所以一定要好好地对你的老婆 每天跟他梳头发 你明天 明天星期天是不是 明天早上起来跟你老婆梳一下头发 然后说 哎呀 你那么漂亮啊 然后他 以后你说 你要去哪里 ballet bar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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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回来对我特别好 人要倒霉 难啊 好好的 一家人好好的 真的是家和万事兴 刚才 有一个顾客也是用微信问我 我问他 他还没有回复我 我问他 他的东西可不可以在 哦 回复我了 可以 他说可以 他说的是 为什么人 师父 为什么人多 人多 住在一起 总是有吵闹 该怎么样 这是负面啊 应该是避免啊 那写字写错了 OK 避免 他写 他写 避免 了解了 看得懂了 怎么样避免 我回复他的是 只要你 不要加入 吵闹之中 就可以避免了 五个 家人五个人在吵闹 你不要加进去 避免很多了 避免了 已经是避免了 懂吗 你在不要吵 不要吵 也是吵啊 你更吵啊 对不对 然后他说 你说我该不该搬出去 外面住 让给他们去住 有时候 很想不生气 可是就是克制不了自己 你看 他自己也是一个吵闹的人 也是吵 问题就出在自己的身上 家和万事兴 可是就是看不开 其实看不开是斗鸡眼 他看不开 射眼睛才斗鸡眼 总是感觉得到 家里乱 家里草 无法心静下来 这是不对的 真正修 清静心 应该在吵闹的地方 不是在没人的地方 你去动物园 不动物园 太多动物 你去森林 很静吗 太好了 我心清静了 没有 不是的 所以 不要这样子 在家里面 同样的 你们有没有去探狱啊 有没有去探过那些狱 就是 你知不知道 杀人犯和小偷 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他们有分的 虽然我没去过了 他们有分的 你们没去过也知道嘛 这个很简单嘛 强奸的 就跟被强奸的是不在一起的 这永远就分的 就对了 判五年 判十年的 要看是什么 他们有在一起 大多数都是一样的 同样的 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 因果都是一样的 我跟我的学生们有这么解释 他们马上听得懂 因为他们的智商很低 他马上听得懂 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吗 我的意思就听不懂 就智商更低了 明白吗 神主牌知道吗 知道啊 因为我讲东西 很怕讲讲讲讲讲 每个人 等于你问他 what is that don't know 不知道啊 不懂他讲什么 神主牌 懂啊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 神主牌在这里 我们要放一个念佛基 在神主牌旁边吗 给他听啊 stupid 不是给他听的 是给他 立功德的 什么意思 我们放 阿弥陀金 放宝圣经 放旁边 你开这24小时 这个神主牌 比如 这个神主牌是我们的母亲 叫王妈妈 好不好 王妈妈 我们放旁边 名字一定要写对 神主牌的名字 一定要对 不能写错 不能写错 不可以写 Michael Jackson 不可以 你要写对 王妈妈 然后念佛基 在旁边 你天天听到 这是一份功德 那么 没有听到的 就是你看不到的 他们听到 最大的功德 那些东西 无形众生 来听 他们会教我们吗 不会 绝对不会 你以为他们要来听 就来听啊 兄弟 你们住20楼 一辈子 在我们家里 站在那里 不一定的 他如果能够来到这边 能够听 听了 他就能够投胎 他就能投胎 他不会去吵的 他不会去管你的 因为你有你的世界 他有他的世界 搞不好他看不到你 所以他在那边 听完了之后 他就走了 好 这里是复杂的地方 大家注意 这是复杂的地方了 王妈妈 有念佛基 有一个叫做小明的 好不好 小明的鬼魂 来听 听了之后 小明 度了 被度了 就是在做人了 听得懂了 那王妈妈的灵魂在哪里 不是 王妈妈的灵魂不在里面 明白吗 你不要以为 他的是在里面的 不是的 他不在里面的 明不明白 听得懂吗 他有人在哪里 有可能他是在 另外一个地方的 在找念佛基 他不一定会在这里 要听清楚这个 好 那么 王妈妈在后港 听到有念佛基 他也这样 他也这样 也是听 听了之后 往生 就是这样 然后在做人 明白了吗 小明呢 有没有神主牌 有可能没有 有可能有 不知道 那么小明多久 才听到王妈妈的这个 这个声音呢 有可能他死八年 十年 二十年后才听到 听到了吗 了解了 小明有没有 有没有那个神主牌 比如了 没有 王妈妈有没有 有 但是他是在后港听到的 不是在他的神主牌那边听到的 明白吗 好了 那么 王妈妈和小明 小明是谁帮他的 王妈妈帮的 明白吗 那么 那么 王妈妈是谁帮的 有可能是 什么 黄爸爸帮的 有可能是这样 明白吗 好 他们两个在同一个时间 一起做人了 他们就会生在一个家庭 然后小明 不管是他的爸爸 还是他的孩子 或者他的老公 或者他的老婆 他们生在一个家庭 如果是一个家庭 有可能是兄弟姐妹 如果不是一个家庭的话呢 到时候有可能会结婚 小明特别的疼他 为什么 不知道 如果小明会跟你说 因为以前 我有听到他的念佛机 这样快就成功了 懂吗 所以他们 就一起生活 就是兄弟姐妹 你有试过吗 我很照顾我哥哥的 每次跟你借钱去赌博 你都借 人家就骂你 你笑了 不要这样 不懂 就是这样 有时候就是这样 明白吗 所以 同一个因果 就会在一个家 是这样子 我用最 你们懂啊 有些人还在 不过他也说懂 为什么 因为每个懂 他不懂排谁 等一下才问到朋友 他在讲什么 不懂正常 懂的全部都是不简单的人 一讲都懂 所以这个就是 同一个因果 你绝对不会 娶到一个你爱的人 绝对不会 因为爱久了 也不爱了 看了就咸了 对不对 以前在追你的时候呢 Ti-Siu 擦好了 才吃东西 现在呢 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 对不对 以前还记得吗 你的女朋友 两只脚是关在一起的 坐 现在 已经结婚了 脚翘上来看电视 倒一杯水给我 但是都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那你们这里有一个疑问 或者是电视机旁的朋友 有个疑问 为什么王妈妈 她自己 没有在她自己的旁边呢 对不对 所以不要一直以为 王妈妈就在她旁边 除非你自己念经 你要自己念 你是她的谁 儿子 爸爸 你是她的妈妈 你是她阿公 你要自己念 她就会来 那么他们来 他们可以吃东西吗 不可以 她吃不了 你拜的东西 但是要不要拜 一定要拜 拜给谁看 我们后人看的 拜给我们的子孙看的 你看 阿公虽然不在了 我们要拜 拜他喜欢吃的 看到我们那么尊敬 我们的长辈 祖先那么尊敬 他也会学习 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拜了给他们吃 明白吗 好 阿弥陀佛知道吗 释迦摩尼佛知道吗 他们不叫神主牌 他们叫金生 他们的金生在这个庙 我们 去念经 我们去听经 然后呢 就跟他接这个缘 以后就会有机会 跟他在一起 明白吗 要懂 现在我跟基督教的 现在我跟基督教的在一起 以后就上天堂 有机会 你的缘一旦成熟 就一定会是一个 big family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家庭 佛教就是一个大家庭 那么我到了南方世界 对不对 以前我打过人 做过阿龙 卖过白粉 怎么办呢 你还是要回来 回来度化他们 知道吗 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 这个 这个是一个原理 这是一个原理 一定要懂 你跟你的老婆 跟你的孩子 在一起 一定有原因的 不可能没原因的 但是 一定要清楚的 我们在念经的时候 为了是什么 我们走的那时候 走的那一口气 离开的时候 我们留给我们的佛 比如说阿弥陀佛 到这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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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保 保你往生 一定往生 念佛的人 念了五十年 最后呢 要走的时候 记住 我的银行的钱给你 完了 以后就做银行的蟑螂了 修行就白修了 最后一口气 是最重要的 懂不懂 最后一口气 所以我以前教你们 念十口气 你念皇才神也好 念什么咒都好 念什么经教 尽量念十口气 就是一口气 能念多少就念多少 传一口气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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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可以念多少次 就念到完了之后呢 再开始再念 不过在西藏 不要这样念 你如果是第一次 第二次 一两次去西藏 不可以 没有空气 那边 空气很薄 很薄 我们去那边 你要有这样子 没有 进去 一下子 真的好像西白粉一样 真的 但是要放松 去西藏你要放松 你不要去那边跑步 真的会死的 真的 高原反应 不过你去机场 去了机场 就大概大概知道了 有些人真的很难受的 你到了中半部的时候 你会后悔 为什么要来这里 受苦 但是真的是很舒服 慢慢 放松 走路慢慢 不是夸张 真的 慢慢 所以有些人说 要跟我一起去 可以啊 我怕你跟不了我回 回的时候是抬回来的 那么有时候去海拔 五千海拔 或者五千出海拔 你就知道那种感觉 然后吃的东西 以前我有带过我们几个客人去 到现在他们都不要再去了 因为吃的不好 吃饭 肉也有 不是没有 但很少 这是一碗 吃饱了之后呢 还送你两块面包 两片面包 为什么 怕你吃不够 不是 吃完了 拿面包 擦 有什么 你自己吃的吗 有什么 里面有什么 擦好了 进去 然后呢 才拿去洗 很干净的 因为 你以为他的水是马上开 马上要去拿水的 所以很干净的 很干净 两片面包给你擦 擦了之后再吃 干净 现在我们 吃 我吃不下 不吃了 要背英国 知道吗 所以我才告诉你们 能够吃鱼的话 吃一只 尽量吃 鱼的肉 身体 那个大只的 吃中间 这样子 尽量不要一个人 吃一只 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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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我一定要吃 我不吃会死 那就吃了 那吃肉 是不是不能成佛 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 吃肉不能成佛 没有 佛经没有这样说 但是要养慈悲 不要杀身 不要杀身就好了 尽量吃死的 不要吃活的 记住要念 催肉咒 催肉咒 捏捏一下 捏七遍 催一下 我们的念佛经友 有教你们 念一遍 念七遍了 但是你吹要会吹 你不要 那不是 那没有人吃了 都是自己吃 那么有些人 他们就是 大家都是修行人 就在那边 一起念 这样就好了 懂吗 千万不要拿起来 来 可以吃了 谁吃了 懂吗 所以拿了新家的锁食之后 记住 可以撒五色米 但是千万不要去撒盐米 有些人放盐 放了之后 撒 如果这个盐米 撒到那些无形的众生 他们会有八 会有八印 将来出事的时候 会有台积 所以你们回家 叫老公帮你看一下 我哪里有台积 有就是被盐米撒过的 就有台积 有些人会撒到脸 脸有台积 明白吗 所以不要用盐米 不要用盐米 用五色米 五色米撒 用五色米撒 顺时钟撒 开了门 开了门 人要走进去 走左边 走左边 就跟着左边一直走 走了之后 你一定从右边出来的 如果走到最后 你是从左边出来 你的家就有点怪了 不管怎么走 你一定从左进右出 明白吗 然后呢 需不需要拜四脚呢 会的话就拜 不会就请人家拜 叫人家帮你拜 但是不能在里面烧 记住 千万不要在里面烧 有些人呢 就在里面 放金抓 往生纸 什么 一大堆 烧 拜鬼 这些不行 不行 但是有一个地方 就一定要这样做 就是地 我买这块地 那你要这样做 一定要这样做 要拜 拜了之后才大拜 然后才做 但是 如果是真的 以后你们买地的时候 看你们的样子 可以的 没问题 买地的时候 记住 空地 空地 那么先了解清楚 你从哪里买到哪里 他有给你的 那个地的Square feet 他有给你的 从哪里买到哪里 还没有见 在他的 我从这边买到这边 这样子说 他的脚头 四个脚 都放花 放植物 让他去种 大概一两个星期后 你看 哪一个角落的脚 那个植物最大 那个就是你的大柴味 知道吗 那么 那么什么叫做 靠山呢 靠山 就是我们整座 这一座是我们的 有没有 哪一座 比这一座还要高的 有 那一座 还有没有 比他更高的 有 那一座 还有没有 比他更高的 没有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真正的主山 我们主山的位置 就在那边 明白吗 另外以前我有教过你们的 现在呢 我们在 没有拜神 很少人拜神了 小孩嘛 年轻人不拜神 那怎么办呢 在动土的时候 去你们附近的庙 去拜 如果我是基督教徒呢 那去 基督教的地方拜 天主教就天主教拜 拜神就去打贝宫那边拜 都一样的 佛教就去佛那边拜 就跟他说 我住在哪里 哪里 哪里 刚刚拿锁石 在几号几号要动土 如果你是一个不拜神的 那么动土好了 要路火了 也要跟附近的说一下 那么什么叫附近呢 看你的陆路指南 看路指南 知道吗 打开 去买一本 买一本那个陆路指南 打开 你的家在这边 你就看这一篇 这篇的附近 哪里靠近你家有庙 没有呢 那第二 这篇 这篇 如果你的家在这边 后面那篇不可以看 一定要看前面这篇 知道吗 从那边看 附近那边有庙 越靠近你家 你就去那边拜 他是管你们这整个的 叫地主 知道吗 那间庙没有拜地主的 是基督教堂 没有拜地主的 你也是基督教的人 他就是 你是相信这个的 那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 可以 但是你去到那边 你就不可以说 得足弓 就不可以这样了 你就说你自己的 language就好了 明白吗 那么 最重要的是明天 我们有这个法会 很短的一个法会 三点 有可能到三点半 就解决了 但是这个法会 是我们用 念这个宝神经 回向给这个 我们的2016年的太岁 我们也希望你们参加 现在到现在为止 有几个人参加 我们不知道 但是当然YouTube的朋友 看到这个就太迟了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是有这样 谢太岁 因为我们在那里拜 你们还可以参加 对啊 可以啊 这个是感恩太岁 感恩太岁 我们拜太岁的时候 有一个谢太岁 但是那个谢太岁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是什么回事呢 不是说 我今天拜今天谢 不是 是说谢谢 就好像人家来我们的 生日会 谢谢 谢谢 是这样子的意思 是谢谢他的意思 谢谢他来给我们 保佑我们 是这样 保佑我们一年 那么等到年尾冬至 那一天 我们感恩他 是这样子 所以不要误会 不要误会那个谢 那么这个呢 是明年 明年 明年2017年 这几个生肖 老鼠啊 兔子啊 小狗 老狗 大狗 公狗 母狗 小鸡 大鸡 母鸡 公鸡 都要拜 都要去拜 拜胎岁 有些人 我不是这四个生肖 恭喜你了 这个叫犯胎岁 一定要拜的 一定要拜 让我们的运势好一些 是不是真的好呢 不知道 但是 里多神不怪 我们拜一拜 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 就是所有属鸡的 属兔的 属狗的 属老鼠的 这个 这个 几年出生的 当然有可能 如果有出错 兔子 如果是2012 你们不要怪我了 自己了解 了解一下就行了 不要鸡蛋挑骨头了 我也是用 用算盘算的 这些都不用解释 你们是不是在 这个年出生的 就好了 不用解释 解释的是 2017年 2017年怎么拜 就算刚刚出世 baby 怎么拜 throw baby into the not dustbin into the bjolgeng 不是 父亲去拜 我老婆怀孕了 明年生 明年就是2017嘛 你的老公就应该去拜拜 老婆不能去 怀孕的人是不可以去的 来月是可以去 怀孕不可以去 坐月不可以去 不可以入庙堂的 所以2017是什么 怀孕 我怀孕 今年2016 12月怀孕 我明年生的嘛 guarantee啦 明年生 那么怎么办呢 在过年的时候 叫老公去妙拜一下 我的老婆叫什么明 当然 要看你有几个 有四个 你就跟他说四个 然后刚好那一个怀孕了 其他三个没有怀孕了 是这样子的意思 叫拜太岁 这个是看到吗 我们这里写 生成八字犯太岁之年 这是年 这个比较小字 有可能你们看得不清楚 这个是生成八字犯太岁之月 这是月 月怎么看呢 你们看这里 你如果是在金泽 或者春分出生的二月的人 人就要拜 华人 农历二月 如果你是在八月出生 华人八月也要拜 华人九月也要拜 华人十一月也要拜 这是看你的华人 我不知道嘞 我不懂我华人是几十嘞 那你就看英文的 就是三月五号到四月三号出生的人 建议你拜一拜 这个叫什么 月翻了太岁 你的月翻了 那么这个呢 九月七号到十月六号去拜一拜 有些人很讨厌 我刚好就在九月七号 那需不需要拜 不知道 那就要找专家帮你看一下 到底需不需要拜 那么这个就是全部都是你的birthday 你的birthday知道吗 比如 我是三月四号出生的 那你给人第一不用拜了 很简单 我三月四号出生的就不用拜 我三月八号呢 那要拜 就在这一段日子 这一段日子和月出生的人就要拜 明白吗 有谁不明白 blur的 都明白啊 你们不简单 你们讲的东西都可以懂的 very good OK 建议大家 很多人问我 我们做生日到底是要 按摩的还是等囊的 是不是 其实 如果你们现在的运势 有一点不稳 我们建议你做华人和英文的 华人和英文的 懂吗 两个一起做 运气不稳 但是如果你们要办事求事 最好就是我想要算命啊 想要办什么事情啊 还是怎么样的 那你最好用阳间的 按摩的 按摩的 阳间的 你知道阴间在哪里吗 都懂啊 OK 所以阳间的 那么我想要 拜我妈妈 妈妈死了 我想拜我妈妈 对不对 你用阴的 你在出生的阴的 来拜他 就是写 来拜他 懂不懂 那太岁的呢 按摩英文都行 没有关系的 都无所谓 都没有关系 所以 这个就是阳和阴 阳和阴 小孩子刚出生 最好呢 做阳的 最好 满月的时候 一定要用阴的 满月 要用三十天 因为他刚刚 从那边上来的 你看他后面 有写的 有Password的 不是 不是开玩笑的 你们不要什么 我说什么 都写什么了 Baby Bag has logo 今年 出生 今年是什么 2016 不用啊 明年 明年不用啊 明年没有猴子拜 但是他今年的时候 应该要拜一下 今年的时候 应该拜一下 孕妇最好不要进去 孕妇最好 怕冻到太气 怕冻到太气 是很危险的 这个月明白吗 这个就是时 日 日 日就是 你是在什么日出生的 你是在什么日出生的 你是在什么日 子日 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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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那你就去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我在什么日出生的 对不对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的师父 不只是 蓝师父 也不只是 这个 蒋师父 我们今天也来了 不少师父 你们可以 要求他 跟你讲 他们 看那个万年历 跟你们说一说 你们的日 是什么 或者直接的问他们 我的年月日时 有没有犯到 他直接可以跟你讲 免费的 免费的 不是看命免费 不是看命 这个就是 我的出生时间 出生时间 如果是23点到1点 23点就是晚上 11点晚上 到1点 那个就是 那么5点到7点 早上 17点到19点 19点到21点 如果你出生在 这个时间的 都要去拜 拜拜 明白吗 什么 荷家 当然 荷家可以 我的老公没有事情 老婆也没有事情 但是 我想要荷家也行 但是他的出生日 老公是猴子 但是他的出生的时间 是他的 那就中了 可以荷家 不可以 犯太岁是不可以荷家的 等一下我跟你说 他在问什么 他问的是 比较轻的东西 等一下我跟你讲 这种就是 问的比较轻的 所以我才建议大家 用保身地尊 有可能你们不认识 这个是什么 保我们身 听他名字都知道 是保身 保身保身 什么意思 保我们的身的 保个人的 不保 就是我代保 我不保他 就是保自己 叫保身地尊 里面是什么呢 里面是60年的太岁 这个我敢说 是世界上 外太空我不懂 这个地球最大 最了不起的太岁 太岁福 里面有什么 里面有84大悲 陀罗尼 就是大悲咒 陀罗尼 84尊菩萨 里面还有什么 60年的太岁 他的力量 大到什么程度呢 只能用一年 就只能用一年 因为他集中力 只能用一年 不可能用一辈子 所以今年请 明年冬至记住 一定要来还 还钱吗 不是 拿回给我们 我们帮你处理 以前我们有收费的 就是拿回给我们 我们帮你处理 要收28 现在不用了 不用了 但是红包是一定要的 红包里面没有钱的 最好放一点 不可以讲 没礼貌 不可以 然后我们帮你处理 好过你让扔 好 拿来之后 你们绝对可以要求 Open it I want to check inside 你可以打开 打开 叫我们打开 我们在你面前 剪开 打开 给你看 有可能里面 只是一张纸而已 对不对 你们绝对有这个权利的 打开了 你们看 多大张呢 比麻将大 比麻将还大 如果比麻将小 我吞下去 很大张 非常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 里面有很多的 这个咒轮咒语 非常多 多到我都不知道多少了 这个我保证是 全世界是最强的 化胎说服 然后放在哪里呢 放在包 孩子呢 孩子去上课 上学 什么 放在孩子的包 不过我听说 现在的包包 书包 老师有检查的 然后看